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汪涵现身街头录制节目的照片 汪涵饱到未老,虽然已经49岁了 仍然活跃在湖南卫视中,不过汪涵明显老了 他素颜融入到人群当中,看起来非常憔悴 49岁的他看起来像69岁 这些年汪涵的常驻节目天天向上被砍 令他的事业陷入了瓶颈 汪涵身穿平价外套,一套服装搭配显得非常低调 他融入到人群当中,显得非常亲民 汪涵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同事畅聊 时不时还瞪着大大的眼睛,看起来显得有一丝俏皮 虽然汪涵已经49岁了 由于这些年湖南卫视青黄不接 有很多年轻的主持人还没有挑起大梁 因此,汪涵还需要继续为湖南卫视效力 这也算是比较甜蜜的负担吧 不过,在强打光下,汪涵的素颜显得还是比较憔悴 黑眼圈还是非常明显 毕竟汪涵年纪已经很大了 而且还要常年累月坚守在一线岗位上 的确还是非常辛苦的 汪涵满脸落腮胡 也是很有特色 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偶像包袱 果然还是已婚的男人让人放心 说起来,汪涵这些年还是非常坎坷的 他的常驻节目之前被砍 让他的事业受到重创 汪涵和天天兄弟无法再合体 汪涵曾经公开泪目 直言自己根本没有尽到做大哥的义务 内心感到非常内疚 而天天兄弟的其他成员到现在发展频频 欧涵回到了台湾省老家开始创业 于昊明继续做演员也有很不错的成绩 不过,其他几位天天兄弟似乎就差无此人了 只有大张伟继续在创作的路上 回顾汪涵的职业生涯 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进入了湖南卫视打拼 和何炯一度成为黄金搭档 汪涵的业务能力超强 曾经创下过多个名场面 在很多大场合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也被称作是湖南卫视的元老级人物 然而天天兄弟之前频繁出了丑闻 也让汪涵非常的痛心 认为是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维护兄弟之间的情谊